立法院已经开议了却陷入空转 这样的情况让工商大佬相当的忧心 东源集团会长黄茂雄今天被问到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他希望马英九与王金平能够拿出智慧来解决问题 而统一集团前总裁林苍生也认为 双方都需要时间来冷静避免影响到国内的经济 国内的政局不安看在工商大佬眼里也是相当忧心 东源集团会长黄茂雄18号出席三三会时 就谈及政治与经济本来就难以切割 期盼马英九以及王金平两个人能运用智慧解决问题 避免影响到国家的整体经济 希望能够赶快他们两位能够提出他们的智慧来解决 未来的风险一直摆在前面的话 就很难推整我们的业务 立法院新会期已经开议却是空转 无尽度 统一集团前总裁林苍生也呼吁 各界应该冷静下来放眼国际 我们要看向国际 而不是看向国内的这些自自洁解决的事情 所以是非总是会有一个是非 所以事实上希望大家都能够冷静下来 我们好好怎么样子 在这样一个冷静的一个 为国家前途的方向里面去走想 我想这才是比较重要的事情 政局不安对经济会有多大的影响实在难以估计 企业大佬异口同声希望政争能尽快落幕 就是希望不要影响到台湾的产业竞争力 经济日报 萧博青 台北报道